現在我想要分享我怎麼樣練一首歌 當我在練習一首歌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我要聆聽 直到這首歌可以在我的腦海中 具體的成形 例如說它的旋律是長什麼樣子 它的節奏是什麼樣子 它的速度是多快 然後每個音的細節 甚至連伴奏的樂器的每個音 我都要能夠清晰的刻音在我的腦海中 先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慢慢的去推演 也許去比較不同的版本 然後在這些版本跟版本之間 你會找到跟自己比較有共鳴的 從這當中甚至一些腦補 你可以腦補一些聲音 腦補一些做法 慢慢把你想要呈現的這個聲音 想像得很明確了之後 再試著去把它彈奏出來 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 沒有樂譜的參與的 很多時候我們在練習一首歌的時候 還沒有把一首歌聽得很熟 我們就急著把譜找來 然後照著譜上面的指示 上面的拍子跟上面的音符 一個一個音去彈奏 這就有一點像是講話的時候 你並不是先想清楚你想講什麼話 你只是拿到一張演講稿 就照著稿上面把上面的每個字給念出來 當然這說出來的話可能還是正確的 大家也聽得懂 可是這個語氣就不是那麼生動活潑 沒什麼說服力 特別是屬於你自己的個人特質 就聽不到了 但如果你在你的腦海中 先把你想要講的話 想清楚 在你的腦海中預演個幾次 然後一句一句的把它 清楚的說出來 用你的方式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些譴詞用字 就算不是每次都一模一樣 但是都不會相差太遠 能夠呈現出你的語氣 你的特有的風格 大致上是這樣的事情 但很可惜就是我們在彈奏一些歌 特別是像爵士樂的一些歌曲 我們常常拿到譜之後 就照著譜上面就開始彈了 特別是像一些在real book上面 就可以找得到的這些歌 有些樂手的試譜能力很強 所以說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上手 也可以快速的在短時間內 累積大量的曲目 或者是你接到一些商業演出 你沒有這個時間 去一首一首歌慢慢的去認識 所以說你用快速的幫助 你可以達成演出 我覺得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 比較不是像那樣子的型態 比較像是 我們要怎麼樣好好的演奏一首歌 去掌握這首歌的精神 並且在這裡面 能夠投注自己的個人特質 並且幫助自己成長 所以重點還是在於 樂譜在很多時候 它只是一個輔助 甚至你不太需要樂譜的存在 你盡量讓你的演奏的過程 只有腦海中你能夠想像到的聲音 或者是在現場你能夠聽到的聲音 然後在當下就轉化成 你想要怎麼樣去回應這個聲音 或者是呈現你想到的聲音 舉一個例子就是我最近練的一首歌 現在還沒有到非常的成熟 但是我想要試一次給各位看 看是怎麼樣運作的 一開始我就是聽非常多個不同的版本 當然也包括Charlie Parker他的版本 聽了足夠的次數之後 我大概有個印象 然後我試著去哼出他的主旋律 把他主旋律記在腦海裡面 雖然在這個樂團裡面我是在打鼓的 不是在彈吉他 先記住主旋律 接下來無論我在彈和弦 或者是在演奏爵士鼓 任何一種樂器 都能夠幫助我清楚的知道 我的演奏是為了服務怎麼樣的主旋律 所以這個旋律在哪個地方有個起承轉合 有一些情緒的特徵 我都可以知道說我該怎麼樣演奏去對應 但是如果我從譜上面去演奏的話 看著譜去演奏就有點像是在念稿 我沒有辦法從當中去讀到的情緒的起伏 有一些個人特質的反應 就沒有辦法從譜上面得到 所以實際上在演奏的時候就變得很 會很有距離感 出來的聲音效果不會很好 樂器跟樂手之間也沒有辦法咬合得非常的緊密 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我來彈一次喔 在彈的時候 你的腦海中除了記住每個音跟音之間的順序 你更要去記住每個音跟音之間在時間上面的相對位置 例如這首歌的前面的幾個音符 比方說這幾個音 照我的想法 我去哼哼看這個拍子 那我試著去彈出我所唱出來的 我所想出來的那個拍子 1 2 3 4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在哼的時候 跟實際上彈的時候 我自己還是可以感受到 有一點點的時間感的落差 也包含音的力度上的落差 某些音我希望它強一點 某些音我希望它柔一點 但實際上在演奏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控制這個樂器 跟我的理想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我盡量要去消弭這個差距 有些音我想要那麼柔 但是我在當下沒有做到的 我需要去練習 有些音我想要那麼強 但當下沒做到的 我也需要去練習 有些音的節奏 它的拍子是那麼的緊湊 但是我沒有做到的 也去練習 有些音要留下足夠的空間的 但是我沒有做到 一樣都要去練習 所以這些練習是以你的想法 以你大腦中所思考到的音樂為範本 然後讓你的技巧去跟上你的想法 如果我們直接拿到譜 就照著譜上面的音符去彈 這些音當然呈現是正確的 可是它的語氣是非常的僵硬 沒有辦法做到很生動自然 更不可能有你自己太多的個人特質的投入 大概會是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盡量的去追求 讓這個旋律非常清晰 而且深刻的表現出來 那無論如何 我覺得很難做到百分之百的讓自己滿意 因為當你的演奏能力越來越進步 你會發現你所腦補的 你所想像的那個境界 可能又再一步一步的提升上去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說是沒有窮盡的追求的過程 特別是品味是會一直成長的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說在練習的時候 我會非常建議先不要太急的依賴你的樂譜 也不要先急的去找譜 把這首歌先聽得非常非常的詳細 然後充分的發展出一個 你腦海中具體的音樂的形狀 再試著用你的樂器去呈現它 這當中可能會有一些 一些落差 就是說像Charlie Parker的這首歌 Blue's Ball Alice 對我來說它的旋律是我所很不習慣的 它的旋律的音跟音的走法 是我比較不習慣的那一種方向 所以當我在彈奏的時候 我不太能夠用我原本的演奏習慣去呈現出這個 去快速的掌握到這個旋律的走法 但也因此它會刺激我去彈奏出一些原本不太適應的手法 所以這當中我會得到一些 在譜上面練習沒有辦法得到的一些好處 在這邊分享給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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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